同济医院首次主办的电视慈善筹款活动 同济医院慈善业 今天晚上盛大登场 来自海内外的艺人纷纷前来为慈善献一份力 截至三个小时的演出结束 共筹到了超过867万元 超出了医院350万元的目标 一首特别创作的主题曲《守护》 为筹款活动掀开了序幕 台湾市长歌手萧黄奇随后也一首阿嬷的话 打动了许多人的心 这次筹款活动众心迎击 台湾著名歌手伍斯凯和周华健 也带来收手景点歌曲 本地艺人也热烈参与 除了带来高难度的演出 艺人们也希望真诚感恩观众 加油 加油 出钱的可以出钱 但我出一份力 一份小小的力可以帮助到 呼吁大家出钱 捐款的话我真的觉得很有意义 我知道同济是一家齐三医院 大概有140多年的历史 而且是免费提供医疗服务 不收分文 做三事怎么可以少得我呢 看时光飞逝 我挥手从前 压轴登场表演的是身为 慈善大使的国际巨星成龙 捐款热线将一直开放到 31号毕业 都爱着你 不放弃 三文肥度 三文肥度 年轻松